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礼仪几乎已经到了顶点 没办法突破 甚至于都是超规格的 就是一般的外交接待都不先要准备 什么挂旗子 什么扑红壁坛 这也太俗套了 这都是一般性的 重点是说 他到法国的时候是法国总理亲自来迎接 一般即使是国家元首来 通常是外交部长或副部长去接级 差不多了 去接级 马克宏上次到北京来的时候 咱们中国好像总理也没出去 也没有说李强去接级啊 接级的规格本身是一个很强烈的外交讯号 然后到塞尔维亚的时候 总统亲自接 总统接级 577亲自接 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 整个城俨然就是个Chinatown 对 他就把他打扮成Chinatown 你知道吗 到处都是中国元素 除了挂国旗以外 张登杰杰材 你被忘了 塞尔维亚是总统跟总理一起去接级 没有没有错 就是因为他的 就当武器齐呢 他也很诚实讲 他说你 当然有媒体他接受的央视的访问嘛 问他就是说 习近平主席呢 为什么到塞尔维亚来 那他为什么没有到 其他国家都在吃味 他讲说你知道我邀他多少次 我邀他15次了 因为8年嘛 等一年两次吧 邀他15次 当中间习近平有五年没有来 春季秋季各样一次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塞尔维亚 他在塞尔维亚只停一天了 可是你看到塞尔维亚 包括那些的群群众 那个是自动自发的 我跟他不是都动员的 他跟他跟他跟当年悲伤的感情 对 我想那种的 共同经过那段苦难 你看到底下的那个 那群众不是被动员来摇旗子 然后然后然后呢 凑人数不是 那个塞尔维亚的那个是 真的是真感情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北约 轰炸贝尔格莱德 我不想大陆什么番 我们台湾有人翻去贝尔格莱德 首都 这个当时 当时你可能人家不晓得 你知道北约总共发射了几颗导弹打吗 好像三枚 什么三枚 打贝尔格勒 我不是贝尔格勒 光是那个大使馆 2700颗 三颗打中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 我觉得大使馆 我记得中三枚 你知道吗 其他大使馆没有人打到 偏偏偏打中国大使馆 对啊 而且在那一场贝尔格勒里面 轰炸里面 贝尔格勒市民死了2000个人 整个塞尔维亚死了1万人 对啊 那大使馆被轰炸 他哪里会觉得说 你跟我一样受难 你因为我而受罪 所以那种 那种走过悲伤的感情 当然是很自然的嘛 你以为这个 这个 轰炸的典范是什么 医院被轰炸 学校被轰炸 政府机关被轰炸 军队总部被轰炸 就算了 你知道连教堂都被轰炸 所以 以色列是有本的 有拷贝版的 你看 所以北约当时有没有在手在软 没有欸 有没有什么国际人道主义 没有欸 超狠的 对 所以当时塞尔维亚是投降 性质上是投降 那他觉得说 你中国嘛 因为我受罪 所以感情不同嘛 没有任何利益的有关 当然有中国对 那个塞尔维亚的帮忙 塞尔维亚多可怜啊 他不是被轰炸吗 他想说就是我防控系统太烂 对啊 那我要跟人家买这个防控系统 没有人卖他 对 中国用运20 太夸张了 用那么大的飞机运 用运20 第一次运20 飞这么远呢 送导弹武器 一万多公里 对就是为塞尔维亚 而且是送 红旗 对 九号 红旗九导弹 但你说你说红旗导弹要多少枚采购 那不是重点啊 就是 当塞尔维亚呢 塞尔维亚的贝尔格格勒呢 在 在欧亚的 欧亚 对在欧亚的这个就是说呢 在过去陆路呢 在通行的时候 然后 其实欧亚的大概如果 如果过去的陆路的通行 就像张千通西域一样 如果陆路的通行呢 你要你要插插红绿灯 那有有两个地方呢 是一定会插红绿灯的 一个是大马士革 还一个就是贝尔格勒 你要知道他们的贝尔格勒 后的塞尾埃心情 两快三千颗的导弹 一万五千颗的急速炸弹 跟滑翔炸弹 我们叫JDAM 嗯 对啊 请问你一下 那时候谁能帮他忙 没有人可以帮他忙啊 任他炸 他要买这个导弹呢 后来之后中国愿意买 还有呢更可怜了 新冠疫情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要买疫苗人家不卖 对啊 对啊 好可怜啊 中国中国送疫苗去 中国送口罩送疫苗去 武器集就直接到机场去迎接疫苗 他哭啊他还亲五星旗啊 对啊 那所以这种是一种感情的交融 这个勉强不来的 对啊 勉强不来的 那他们他们 对啊 我在看到贝尔格勒的那个群 群众的那种热情 啊那个 其实因为我们跑新闻啊 这种场面看多了 对 是不是动员来的 我也不会骗你啦 就是有时候动员一些小的小 小朋友啦 遥遥遥遥遥起的难免啊 动员群众站路边啊 挥挥起啊 那手呢 要举不不举 可是我说贝尔格勒呢 不是那个那个是 那个是真的 整个国家呢 对于中国的感情 对对对 那因此呢 那个那个是装都不用装 所以虽然他只在那边停一天 我说他也不用了 多多停几天 因为那个感情 真的是打不散的感情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待待会呢 在这在在聊匈牙利 本来本来我想要倒过来聊的 不过呢 法国法国还是高度值的观察 因为习近平这一次呢 五年之后重新到欧洲啊 我说三个国家的两个概念 法国呢 是一个大国政治的概念 没错 那但是呢 就到呢 到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既不是欧盟 也不是北约 塞尔维亚当初 他不让他参加嘛 就是到现在为止 因为还卡在科索沃问题上面嘛 就是欧盟说 你加入欧盟条件 就是你要同意科索沃独立 对啊 现在所有承认科索沃 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的 你几乎都都是欧洲的层层 其他的国家没有啊 他跟 他跟了巴勒斯坦 刚好是相反的 巴勒斯坦呢 承认巴勒斯坦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几乎都是非欧盟的国家 但是呢 欧盟呢 到现在为止还基本上跟着美国 大部分的都还没有呢 承认了巴勒斯坦 可是呢 塞尔维亚呢 跟科索沃是刚好相反的 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承认 巴勒斯坦的人 比科索沃人多了三倍 对 对啊 科索沃就一百多万人 但是因为科索沃就是阿尔巴尼亚人 为主 那本来这个塞尔维亚人的土地 那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啊 这个塞尔维亚人被修理了 然后阿尔巴尼亚人趁机就搬进去了 那科索沃就说 你搬进来就算你的领土吗 这个就我们不用去管人家的事 但是 有这么一个纠结在这里面 那塞尔维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会同意科索或独立 那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调节 对啦 就是那个已经是个非常常识的问题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这国家呢 在一战以前 他都还是个大国 但是呢 现在呢 现在变成是一个 一个这么小 然后被人家打好玩的 当年1999年 北约 美国带头的北约 在炸贝尔格勒 在炸塞尔维亚炸好玩的 就像是今天的以色列 在炸巴勒斯坦的 炸加萨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在力量 可以去帮塞尔维亚 就关起门来 就就就就关门放过 现在我们讲的医院不能在 对啊 塞尔维亚医院 医学中心哦 照样炸 大使馆照样炸 对啊 所以当以色列呢 去攻击呢 伊朗呢 驻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 说中国第一个想到说 你又来了 那个那个几乎的战争 场景的复制 好 不过法国你怎么看 因为马克龙这一次啊 对了 你说你说法国 会不会有一些呢 反中的立场 反中的 当然有 那欧洲也一定有 何况呢 马克龙呢 还把冯德莱恩给找来 你一定不缺这种声音 可是就马克龙本人的安排来讲 你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跟中国 还有跟习近平的关系 为什么 你刚才讲的很好 法国是大国政治的缩影 对啊 因为从法国的角度来讲 他真的很想走出一条 独立的欧洲路线 所谓独立的欧洲路线就是 不要让美国干涉太多 所以他现在放眼全世界 他除了打中国牌以外 他没有如何走 你不打中国牌 你那个独立路线出不来嘛 那他现在不能打俄罗斯牌啊 所以这个大国政治 他只能跟中国友好 他才有办法 在美国的阴影底下 稍微吸收一点阳光 要不然他多可怜啊 你记不记得 上一次拜登不是搞了很多奇怪法案吗 使得很多欧洲的企业 都往美国跑啊 然后马克龙说 你怎么可以没有先讲好 去补助这个外资 然后让我的法国企业 跑到你美国去 你知道一个企业 如果在法国 他营业额的 产生的GDP算法国的 他如果搬到这个美国 就算美国的GDP 那对于这个法国来讲 他这个是情何以堪啊 他又没有能力去补助这些企业了 所以这些企业跑到美国去 他就他自己亲自跑去找拜登 老拜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欺负我 拜登啊 把他打发 说我们组织一个委员会 美法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就把他打发掉了 他回到法国被骂惨啊 那你想他从法国 从美国得到什么事 美国连照顾个小兄弟都不愿意啊 所以他心情很落寞 所以才会有跑到中国的访问这个事情 那跟习近平讲说 你每一年我们都要见一次面 你要回访哦 他会是常常态 是每一年都会发生的 对 然后习近平同意了嘛 所以才有这一次的回访嘛 那回访哦 我觉得马克风也故意了 就跟他总理讲说 你不是选一年中文吗 你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 用中文跟他讲话 哈哈哈哈 那也要这个总理愿意啊 那当然 这总理当然愿意 诶 德国 法国总理很少在国际场合冒奸欸 对了 因为他他他比台湾的行政院长 可能还更不如 就是说露露脸的机会 可能还更少 他大部分的负责内政啊 对啊 不负责其他的这些国际啊 政治外交的 不负责啊 好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一次的 从去年马克龙访中 然后这一次呢 习近平的回访 把他五年之后 重新回到欧洲作为第一站 他同时也也是全球关注的一个动作 那马克龙所做的安排 除了 除了很温 温馨表现的就是他很想跟习近平呢 交身交做朋友 对对对 那个是重要的讯号 就是说我我不是单纯国与国之之间啊 大家高来高去的 我是要跟你做朋友的那种安排 所以特别找他的总统夫人啊 陪着彭丽媛啊 到处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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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会问你 因为因为老实讲观察 他女人菜的菜政人比我在行多了 好但是 你这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 不过你光看到他的他他在他的招呼啊 招呼习近平 我昨天跟奉行也谈了一些 你光看的马克龙的发了12条的推文 对没错 然后呢你光看他发推文里面 他附图文 然后没没条没条推文啊 基本上面都是字眼都是全部都是正面字眼 而且申请款款款 我觉得好马克龙这个啊 也故意的他其中发了跟彭丽也有关的照片 订阅率特别高 对而且而且当然他的摄影官拍拍的啦 但是看看你挑哪些的照片 交一定是他他他他挑的吧 虽然马克龙非常刻意 然后你看他在爱爱丽社社工 在自己的官邸啊 跟跟了习近平见面 你看他安排的那个妈妈对 我在我在我在巴黎的朋友说 我在巴黎这么久 我都没有看看我妈对这次既然出来了 哦你你那个朋友 显然这个没有刻意加国庆日 他等于是国庆日的排场 对啦他是说一般的一般的外外兵的访问 是不会看到的 是没有错是没有错是没有 对那就是他们的最盛大的规格 是国庆日才会出来换的 所以说他做到这个样子 而且是几乎整个马马队都出动了 所以呢 那个那个规格呢真的不用讲 好吧那是艾维亚呢 我们刚讲但是呢 有有有一个角度 你刚刚讲的彭丽媛 对因为这次出现了三个女人 一个一个是冯冯的莱恩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是呢 马克龙那个呢就是很很老的真正的老婆 嗯 然后呢另外就是彭彭丽媛 你这什么意思 对就是 你知道这也是马马克龙 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就是说是两把刷子 对他他追自己的老虚 嗯 然后一般都认为这种的诗诗生恋 年龄的差距二二二十几岁 那种的感情你会觉得 那个那个不太可能持久吧 可是其他就就就维持很好啊 而且他还不像过去一些法国总统 还有就外遇啊绯闻他都这么为止没有 没有 这不容易了不起 了不起啊 所以我说就是这么年轻 还这么的深深情 然后然后跟老婆的互动 公开场合看起来都OK 而且也没有也没有被拍到像过像过过去的那 你让你讲 这种现象在法国文化才生存得了 在其他国家太难了 对就真的很很很特别好不好 那我们呢 我说的法国是大国的政治 这两个大谈很多 塞维亚呢大家是是是感情 但是到匈牙利哦 那那个就很复杂了 对匈牙利比较复杂 匈牙利的 你怎么看习近平到匈牙利 匈牙利的总理是亲自去机场演技 对对对对 可是你要知道齁 匈牙利是总理当家的 你要搞清楚啊 他那个总统是闲菜 对 总统是名义上面啦 他是国会选出来的 跟那个赛维亚总统是人们选出来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是总理 我指定谁当总统 有这种味道 不过 匈牙利这个总理啊 也超搞笑的 这个欧盟开会 2018的开会说 你不是民主国家 对 就是他 我想了就好笑 他都不够民主 对 就是觉得呢 他他不够民主 对 他连选五任都当选啊 对啊 他已经第五任啊 欧洲会想想 谁能够第五任啊 只有那个梅克尔迪斯人啊 对啊 大概有这么好笑的事情 他觉得一定你乱搞 所以才可能第五任 哎 可是你要知道齁 匈牙利也是因为这个总理 又在开始稳定下来 没有 开始稳定下来 匈牙利其实在东欧 在在整个苏联瓦解了之后 匈牙利一直飘飘荡荡的 对 对 经济的情况也是很不理想 然后这个有时候跟美国干 有时候跟德国干 有时候跟法国干 匈牙利这个国家非常特殊 他有他自己的主张 尤其这个总理啊 以前哦 要不要亲美亲到要舔美国人脚趾的总理 以前要不要要亲德亲法 亲到那种好像人家的小弟了 匈牙利这个 这个什么 欧班 他这个名字很特殊 欧阿 BAN 对 他当家的以后 才走自己的路线 所以如果走独立自主了 我觉得马克宏不用跟别人学 跟欧班学就可以了 对 他走这条的路线呢 也使得 他在俄乌战争 以及呢 在欧盟的内部的 以欧盟的身份 要去表达立场的时候 奥尔班总是最特别的 那一个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他证明都是他对 对好 但是因为因为他特别 所以使得呢 习近平的道法 他就有了很特殊的意思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欧盟欧盟是共事决 对 只要有一个国国家反对 对那个案子就不会过 对对对对 所以奥尔班的经常呢 就扮演的就是说 会让欧盟的很多国家咬牙切齿的 他们就是讨厌奥尔班 可是他又每次都当选 然后呢你去选选举的时候呢 你去做选举观察 你抓不到他任何的拔额拔柄 他就当选 你能怎么样 没有法国媒体 对奥尔班态度还不错 嗯他觉得我法国做不到 你就怎么可以做得到 对他 而且因为因为奥尔班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的政治立场 使得呢他几乎呢在在东欧呢 他不犯错 对 然后呢他跟俄罗斯之间呢 也保持平衡关系 尤其是跟做中国的外观 对对对 你光看到中国现在 现在所有的大企业的投投资 进欧洲的几乎呢都都都都 没有说因为 整体来讲的话哈 习近平这次访问哈 这个到法国访问 嗯是冲着没有过来的 对 到塞尔维亚访问 是双边要开启自由贸易 对7月1号开始 对自由贸易协定 嗯 这个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这个对塞尔维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塞尔维亚现在人均GDP 差1万块美元 对 嗯 然后到了匈牙利 匈牙利是要建立投资关系 嗯 那这一次去习近平区还带了好几个 企业大佬去 就在匈牙利要准备谈投资的事情 那匈牙利也是一个很特殊的 你可能大家都忘记了 他在以前在东欧苏联时代 他是汽车 东欧的汽车大国 嗯 然后来苏联崩塌 他也跟着帕崩塌了 所以这一次大陆 以前有了一个长城汽车集团 去买下他以前旧的汽车厂 对 开展出来 重新整理 你对澳邦多开心啊 嗯 哎 你要在匈牙利人心心口的痛 老子曾经是汽车大国 现在轮到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 匈奴的后裔 以前文化文化文化是在澳大利 奥地利 但是 制造是在匈牙利 嗯 嗯 那这个匈牙利 当然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他是 跟那个匈奴有关系啊 是因为阿提拉 曾经建立这个帝国 对对对对对对 阿提拉自称匈人 所以他们匈牙利名字这样来的 对 不过现在这些人都不是匈牙利的人 管他真的假的 你就把他当真的就就好了 因为他叫匈牙利啊 对啦 对 大部分都白人了 不过他他他有东方学 有一点有一点 对 那现在匈牙利是两万块美金的一个GDP 他们想要不想再被西欧的人看不起 所以要加大投资 可是这个刚好给中国的机会 嗯 你不是要对我这个 电动汽车瞌睡吗 对啊 嗯 我在匈牙利生产 是啊 我是欧盟啊 对啊 我就在欧盟生产啊 因为这算是匈牙利的GDP 不算中国的 没有当然 零组件要跟中国买 那也不能算中国的 对 然后不只是啊 林德时代也去了 对啊 林德时代最大笔的投资 长城计算也去了 对啊 还有你知道吗 这一次 跟着习近平去了 有个银行叫中国银行也去了 对就是 我我我今天早上也谈了一点嘛 我就说银行去 虽然好像表面上他们在谈说奥尔班呢 希望呢 希望中国呢 把就是金融业要进军欧洲的 就摊摊头堡摆在匈牙利 我说那个是必然 因为本国的银行呢 出海本来就是为本国企业 企业服务为第一优先 你本国企业的钱丢在哪里 投资在哪里 我的银行跟后面 不会啊 中国银行去不会啊 服务匈牙利而来的 真的吗 当然是啊 这么厉害啊 匈牙利没有这样银行 规模那么大好不好 对啊 因为因为 因为以中国银行现在的规模来讲 他如果真的是 世界级的规模 以整个欧洲的思考 那我那我伦敦啊 法兰克克福啊 这都应该应该是我的重点啊 这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 可是如果进匈牙利 那当然就有特别的思考 对匈牙利来讲的话 跟中国现在是一个谈投资的好机会 因为匈牙利是最不听美国的话 对中国企业是最安心的 第二个匈牙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点 远高于什么战略考虑 他完全不考虑 他就是我老百姓过好日子 就是就是奥尔班的名言 我老百姓过好日子 我管你外面这个草饭天了 所以中国企业到那边投资 是非常安心跟安全的 奥尔班跟中国挂保证 我不会像那个什么法国啦 那个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冯德来 他完全不甩他们 对那他是欧盟的成员啊 他当然是卖汽车就没有关税问题了 所以对于汽车产业 电子产业 不只哦 还有很多产业陆陆续续回去 匈牙利想要站着这一波 中国的实力的肩膀上 占得更高 对这匈牙利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我就以匈牙利现在最近几年的 他的产业的发展的速度 他很多的新三样的产业 他现在都在欧洲欧洲排第二名第三名 对啊很多不晓得 我觉得很可怕 是啊 他在过过去真的是已经暗淡了非常非常久 那你中国去人知道有个国家眼睛有震合大大也要去 嗯 德国 因为德国现在什么样都不对 对 对啊 那个是德国的内部政治的 自己找的吧 自己找的 所以当德国在怨探就是说 为什么你习近平每次到欧洲都到法国 你为什么不到德国来做官司 你们那个红绿灯什么时候开绿灯不知道 就那个灯号闪来闪去 他的他的红绿灯是坏的 对就是你就你就不知道呢 他的秒秒差是怎么设定 你连要去控制他的秒差都没有办法 没错没错 匈牙利是国家的特别 当然习近平这两天都还在匈牙利了 我们看他去重点是因为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首都 有一条铁路 拉到塞尔维亚的首都 对对 贝尔格莱德 这条铁路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条铁路年久失修 还几乎是二次大战前的状况 对 那再加上因为北约轰炸 在在贝尔格莱德那一段 整条的时速只有40公里 那现在经过中国整修以后 时速200公里 比照中国动车的标准 大陆很奇怪 他实在是不给台湾面子 他说我们250公里以下 平均时速250公里以下 叫动车不叫高铁 不能叫高铁 300公里以上才叫高铁 我们台湾的高铁平均时速 当然有时候可以到300 平均时速也是250 所以我们是动车 不过我们的高铁如果 我们站太多了 如果站跟站距离远一点的时候 大概都会跑300 没有我们站太多了 但是如果站比较短的时候 大概就跑200 如果高雄到台北直达了 大概就可以跑到300 对 当然这一次 这次习近平到匈牙利 其实他看的就是一带一路 我说匈牙利就是一带一路的概念 然后呢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签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 对 所以呢在把一带一路打通 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匈塞铁路 他接下去呢 延伸到希腊之后呢 一带一路的海路跟陆路 现在经过这个北马其顿 北马其顿 就是匈牙利 然后塞尔维亚 北马其顿 然后希腊 希腊已经同意了 北马其顿大概也不会有问题 那个 因为希腊那个港口 中国已经租下来了 99年了 已经租下来 已经租下来 对啊 因为那个希腊也因此赚了一笔钱 因为他 以前那个欧洲危机 就是把这个港口搞乱七八糟 但他那个是欧洲最好的深水港 所有的经过输一输运河的船 不管是进出的 都经常在那边park 而希腊是全世界最大的船东国 但是现在被中国赶过去了 对 再过去的 过去希腊船王欧纳西斯 而且现在很麻烦 希腊船 如果经过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曼达布海峡 还会担心胡塞打他 中国的不会 对好吧 因为旁边呢 就就就雅典了 好的 因为这个呢 这个是一带一路的概念 当然这一次的匈牙利 还看一看 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注意就是 有关于上海负担大学的布达佩斯分校 这一次呢 会不会呢 宣布正式成立 大概这两天呢 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呢 因为这个是中国大学在欧洲 欧洲现在碰到 中国的所有的文化的交流 孔子学院等等 基本上面都大作文章 所以如果匈牙利的这个呢 这个 这复旦大学的分校正式成立的话 是 是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拓展 一件的大事情 而且呢 他的 他的所有的科科系呢 都已经排好了 孔子学院一直在 那匈牙利塞尾的存在 对 但是呢 但是在西欧国大学问比较多 好吧这个呢 这个是呢 其实习近平呢 在这次的欧洲的行程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风光 而且呢 受到了非常高度呢 期待肯定的行程 那匈牙利呢 还没有走完 走完就知道了